对于中医来说,橘子全身都可以用作药用 橘皮可以健脾造湿化痰,制成沉皮效果更强 沉皮可以里气健胃,又胀气时可以食用 将橘子皮用干锅或烤箱烘干之后就可以制成简易的沉皮 可以作为香料加入到卤味或者是炖牛肉当中,可以提升香气解油腻 橘皮提炼出的橘子精油还可以提振精神 可以用于抚平沮丧与焦虑 有研究指出,橘子精油的芳香疗法可有效降低妇女在分娩期间的焦虑 橘子皮还可以制成天然的柑橘清洁剂 不仅没有刺鼻气味,也不用担心化学清洁剂伤害到皮肤以及残留于环境的问题 中医讲已行不行,菊落是一丝一丝的,如同马路般分散开来 因此对人体经络有益,可以理气通畅经络 因受伤或者是上班久坐加上心情烦闷,使气淤住造成紧绷 身体侧边肋骨处出现气塞住的疼痛 此时可以吃菊落再搭配其他的重要治疗 菊肉较少入药,但有生筋止渴化痰的作用 喉咙干的时候可以吃菊肉滋润,菊肉还可以促进消化 大鱼大肉之后不妨来一颗橘子 在中医看来,种子有能量,对身体很好 因此吃橘子时,菊和一同吃下去也没有关系 中医师强调,菊皮菊和菊落都要经过特殊的处理才有药用效果 所以说平常只能作为保养,如果生病了还是要看医生治疗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菊子含有大量抗氧化物 如类黄酮,类胡萝卜素,维生素C,叶酸,膳食纤维与果胶等等 能抗发炎提升免疫力,减轻自由基对身体的伤害 有助于预防癌症心血管疾病 美国癌症学会认定的30种抗癌蔬果中,菊子就是其中一个 菊子性寒味甜三类人要少吃 比如说寒性感冒、寒性体质还有糖尿病患者 在中医观点里,感冒分为寒、热、灶等多种类型 菊子属寒性水果,风寒性感冒吃了会加重病情 风热性感冒则多吃无妨 风热性感冒表现为鼻涕痰等分泌物都偏黄且浓稠 可能伴随着发烧喉咙痛 风寒性感冒表现为胃寒、白痰、鼻涕如清水状、喉咙不痛 热性体质表现为口臭、口干舌燥 早上睡醒、有眼屎、容易便秘 寒性体质表现为容易拉肚子、胃寒 至于糖尿病患者 因为如今的菊子越来越甜 糖分也高 所以最好是少量食用 除了这三类人以外 一般民众建议一天吃一颗菊子比较适宜 因为吃太多菊子会加重体内湿气 出现胃寒、手脚冰冷、痰变多等症状 即使是热性体质 吃过量也会使胃酸变多、出现白痰、手脚冰冷 挑选菊子并不难 留意两点即可 第一果皮外表要光滑、软硬适中 手握菊子的时候 已能感受到菊皮紧贴果肉的为佳 这样就代表新鲜且水分未流失 第二是要用手掂量一下水果的重量 较重的就代表水分饱足 菊子不需要放入冰箱 至于通风良好的地方保存即可 而且要趁新鲜吃完 如果同一袋菊子里 有一颗出现损伤或发霉 必须立刻拿走 避免整袋菊子全部加速发霉腐败 以上的内容先介绍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按赞订阅和转发 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下次见